迈克泰森对战杰克保罗 我对这事儿有太多想法了 这样的操作实在是太令人恶心了 简直无法容忍 但是我又转念一想 我真该为这两个家伙送出一波掌声 在这条视频中 我将会聊到关于这场比赛我了解到的 而就在几个月之前 我还见到了迈克泰森 他压根就没跟我提过这件事 因为我只是急着去找他要张合影 那么我认为这种操作是对拳击有益还是有害呢 好的 我一会儿就会详细说到 但首先让我们先来聊聊这两个人 迈克泰森已经57岁了 而他马上就会迎来58岁生日 在7月20日二人开战之时 并且迈克泰森的上一次职业拳击比赛 差不多是20年前了 那是2005年 不过他确确实实还打了一场表演赛 94年前和小罗伊琼斯的那一场 而另一边 杰克保罗却始终都在定期打比赛 保持活跃度 训练质量也不输大部分的职业拳击手 而如果你看了他们二人的宣传片 他有点让我想起了那一部名叫宿醉的电影 即使当年宿醉剧组泄露出 迈克泰森参演的消息时 看着就已经很老了 但现在你可以在片周明显看出 他是有多么老了 杰克保罗堪称一位市场推广大师 营销鬼才 尽管消息刚刚放出 他就已经开始吆喝了 他放出了泰森打手把的视频片段 并且这么说 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重量级拳手 最凶狠的KO艺术家 但是我更年轻 我更快 我将会拼了老命 让我变得更加强壮 两周前我的一名团队成员 发给我这条迈克泰森教练发布的视频 好过来询问我 你确定真的要和他打一场吗 那么你可以看看视频中的迈克泰森 看起来依旧犀利 像是能够KO掉任何人 他或许真的可以KO掉大部分人 但这只是一段六秒的视频 还经过了剪辑 并且 大概任何前职业选手 都能在六秒内看起来很棒 包括我也一样 但显然他有在训练 你看他大徒有多粗啊 他的出拳依旧充满力量 并且他依旧保留着超棒的头部移动 迈克泰森或许是我有史以来 最喜爱的拳击手之一了 我爱他 我是他粉丝 所以我要到合影后都要开心死了 但是 我在洛杉矶待了太长的时间 我也听到了一些关于迈克泰森的传闻 了解到在他做播客时抓了一把蘑菇就吃了下去 并且他可能一直都在吸食大麻 在录制过程中直接睡了过去 我想他一直吸食大麻这件事已经人尽皆知了吧 显然他不再过运动员的生活了 尽管他在过去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是一位了不起的拳手 在年老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呢 你的力量不会减弱 你能在视频中看出他出拳依旧有力 但作为拳击手在变老之后第一个失去的 却是你的反应时间你依旧能看清来拳 但是你却再也躲不过去了 而且回看那些迈克泰森在职业期间打过的比赛 对抗最棒的重量级拳手们 他用下巴扛下了无数结实的重拳 曾经被对手击倒过许多次 再加上他现在的生活方式 那么你认为他现在的抗击打能力会是什么样呢 但是反观杰克保罗却一直都在过着精英运动员的生活方式 他的钱足以聘请最棒的团队 最棒的营养师 最棒的厨师 最棒的训练团队 最棒的力量教练 他手握成为顶级运动员的一切条件 而这也是他梦寐以求的 并且我还要对杰克托莫致敬 因为这一场比赛将会在奈飞播出 他正在做的这些事是人们在拳击运动中从未做过的 无论你是否喜欢他 他已经将这项运动带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上 我喜欢他的点就在这里 我喜欢他的市场推广 还有他独具的营销头脑 我认为这棒极了 非常尊敬这一点 而反观麦克泰森之所以这么做 只是为了一件事 就在赛事公布后 我在照片墙上发了一个帖子 我说麦克泰森的这种做法是相当令人痛心的 而有人直接就来反驳 他不必这么做 是他自己选择的 我对此又想了一想 是啊 在这件事上 答与不答 他确实有的选 但是到最后 他为什么还是选择了要这么做呢 显然他是为了钱 其实我想表达令人痛心的是 麦克泰森 还是能够被金钱所收买 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他被收买了 不是吗 好吧 我们都诚实一些吧 他这么做就是为了钱 虽然我不认为 我像麦克泰森一样有那么多的钱 但是如果有人现在给我开出 2000万美金 让我去打杰克保罗 或是打麦克泰森 我会说不 我不要那么做 我十分爱惜我的大脑 我不想去冒上任何的风险 用我的 我可没达到像麦克泰森那种传奇地位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比 但是就我本人来说呢 我不想用我的名誉作为筹码来承担任何的风险 去打杰克保罗这样的人 因为我已经在拳击领域取得过太多的成功了 我赢下了奥运奖牌 欧洲冠军 还有其他全部那些 以我的地位2000万去打杰克保罗 我绝不会做 因为现在的我生活美满 过得很幸福 我的生活绝对无法用金钱来收买 再说一遍麦克泰森能被收买 这件事简直太令人伤心了 但是我猜在他内心深处绝对有一些 你懂的 丢掉了好名声 公众的目光 以及巨大的舞台 这是我猜的 但是麦克泰森真的无论去到哪里 都会成为舞台的焦点 就在我上次参加的活动和他合影那次 所有人都敬他如敬神 不敢相信这就是钢铁泰森 他走到哪里都能获得认同 现在的他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一切事情 但是他为啥偏要打杰克保罗 他身边的人在干啥 他团队都说了些啥 好吧 我能猜到他身边的人都说了些啥 干吧 干就完了 你能拿到2000万美金呢 是吧 事后能给我点分成吗 我能那么小下一注吗 就是你懂的 如果他身边的所有人都想从他身上捞油水 这也是我听说的 在他比赛时发生的另一件事 这会助长他的自大 Yes 麦克 你绝对能够干翻这个油管网红 没问题的 打一个网红就能够赚到2000万美金 嘿嘿嘿 你打过罗诺克斯里斯 打过伊万德霍利菲德 你能杀了这个叫杰克保罗的老铁 然后拿下所有奖金 别忘了市场后分我点 我最近急着用钱呢 哼 他身边的那群人绝对是和他这么说的 好吧 我也不知道 现在说什么都还太早 比赛才刚刚宣布 随着时间推移 我们将会得到更多关于此事的细节 搞笑的是 我的朋友亚里克斯给我发来消息 哦 你看看麦克泰森 他绝对能在一回合内击倒杰克保罗 我都不敢相信 这场比赛绝对吊爆了 我恢复他说 你在想的是25年前的麦克泰森吧 老兄 那也是我心中的25年前的泰森 但是年龄在这项运动中相当的重要 我真的不骗你 在职业生涯中被击倒了那么多次 他的抗击打还行吗 如果你还是认为杰克保罗不会打拳 那你就太蠢了 因为他是真的会 麦克泰森能扛下保罗的右手过肩拳吗 那么对于我这么一个多年来景仰麦克泰森的人来说 哪怕三年前我也绝对想象不到会看到今天的这一幕 但杰克保罗确实在拳馆里拼了老命的训练 麦克泰森却没有 保罗能打中鸡 下巴可锻炼不出肌肉 他已经58岁了 他的抗击打会变成什么样 他的体能又将如何 我们一无所知 我想在评论区看到你们的想法 并且随着时间推移 对这一事件了解的越来越多 我会做出后续的视频 那么就像我在前面说的 麦克泰森绝对是一头野兽 职业生涯中的野兽 如果你想知道如何像他一样打拳 我制作了这里这个视频 并在其中向你展示了他的躲猫猫风格 点击这里观看下个视频 我会为你解析麦克泰森如何打拳 我会为你解析麦克泰森